該機預計在明年二月份左右 安排在電影 我們在南北總迎賞目前最新的爆量 iPhone 7c 可以說是iPhone 5i 的替代者 同樣擁有金屬機身 還提供205b 玻璃 最近的膠質點是它搭載的是 Angel 制定器 包含外相似的組織彈頭 同時還提供 NFC 功能 這樣是為支持自家的 Apple Play 指紋時間後也會先進 在Galaxy 測試的物質構造 兩百萬 手下的Meno 最近數量是iPhone 7c 手下的免費超過 圓法晶圓 接著呢 測試的二百萬元 約合兩千千萬元 來自最近的兩層 在這三年級的智能手機 Galaxy S7 配搭載了80處理器 並將整合一種熱導管 目前正在測試不同熱導管 背景和形狀 並且在今年以前決定是否會 使用這種熱導管 自從高通公布的 Galaxy S7 後 就有調言稱 這款新鮮會導致設備 產生過熱問題 雖然高通出現成績 但公共有了Galaxy S7 前車之間 現在人們也對Galaxy S7 指導 商量所收話 持懷疑態度 要知道目前搭載Galaxy S7 所尼 Xperia F5 和小米 Note Pro 等機型呢 都用了熱導管技術 後來本集中微軟推出的 一大機件手機 Lumia 950 和Lumia 950 XL 將於本月18日發售 但是今天卻爆出了 其後蓋層的撬邊的問題 從曝光的時間可以開出 這一次的Lumia 950 和Lumia 950 XL 後蓋撬起實體影響吧 此前有網友還在網上不論稱 該拿到新機後發現 手機的後蓋在重複打開一次後 就會出現上效現象 無法與機身物縫切合 Vidome 3傳窗 這一個問題是因為後蓋的材質 與厚度過薄 當公布打開手機後蓋時 後蓋會由於受力不均 而出現有去變形的現象 在暗腰時會發出吱吱的聲音 看來這數量機身 還是進步行真正道 這款微軟機件 小伙伴們還會買單嗎 市場研究機構 IDC今天公布了 在今年第三季度 全球可穿在市場出貨量數據 手環大佬 盡力繼續奧視尋修 以470萬的出貨量 也很爽 但其市場份額 相比去年重慶 卻下降到百分之10.6 這顯然是被輕微折走 例如蘋果或者小米 今年第三季度 Apple Watch的銷量熱度 依舊不絕 以390萬的出貨量 繼續趨近購充 小米連加手環 在第三季度 依然是沒有賣過高大商的蘋果手錶 以370萬的出貨量 繼續越列第三 今年第二季度 還在出貨量排行榜 碼上的三季 也首次被抵出了前五 在三十一和黑色星星五期間 小米手環和蘋果手錶 都交付了一份不錯的成績 總之 在傳統假日公路陣 蘋果和小米這兩家可傳代新櫃 只有可當把比比的銷量霸主地位 進行而過來 可況比比過近幾個月 也沒有推出新款產品 當再過三個月看到 215秋四的可傳代 上位銷量排行榜時 網友們更想看到的是 比比蘋果小品中的 哪一家達到第一呢 Windows平台強大了一個體現 就是各式各樣的模擬器 通過軟件 幫你在免購置新一件的情況下 嘗試體驗新平台 今天小凡要介紹的是 一款安裝模擬器 BlueStack 全新的BlueStack 2 已正式放出 可能有些網友 並未接觸過模擬器 小凡舉個例子 我是遊戲的OK 全新一台iPhone的斑活 但身體紀錄越來越慢 城堡常被通時掏空 這時小凡主能用就來了 不用另外安裝鏡 掛著溫熱器 還不用擔心續航 BlueStack 2的手上 讓用戶可以在模擬器上 同時運行做更多